从买卖交易到我们利亚增长这个过程 已经是经过了三四个月之后的事 所以这个取证呢 这个能够买卖这个交易取证是没有什么现场的 这个取证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跨越了时间空间 然后地域性的跨度非常大 对于吴火生 江青汉并不陌生 早在2000年 吴火生就曾因拐卖一名云南系妇女 被江青汉抓获 江大自己在2000年前办过一件案子 所以说他有一定的经验 他把他曾经侦办案件的经验 包括这个协议对象也是 他曾经抓捕过的对象 这就是他的妇女来源 他的关系网 这个我们都可能会方便一点 对我们侦察非常有利 装案组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以江青汉为首留在本地 对购买越南妇女人员的情况 继续进行调查摸牌 另一组则前往云南围绕吴火生 及其关系人开展调查 在云南的半个多月里 主办民警黄红一直是带病工作 到了云南可能随着不服 然后就有点感冒 过了一两天之后 那个不但没有好久 只要没有好久 然后那个咳嗽越越的严重了 这样子完成任务 我们觉得不说什么高达上的 这是我心理上顾不去 对不起自己的自身警服